很多民進黨現在呢 會靠一些議題來刷存在感 要把事情鬧到最大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林思敏就說了嘛 柯建民酸葡萄心理 他們很接地氣 他們很活潑 好啦 接下來 很明白的就是 民進黨要把事情操作成 抗中 統獨 那國民黨呢 接下來要改革 因為管碧林改了這個 專案報告的名稱 也成為催化劑 所以呢 國民黨就說 禮拜一 馬上明天 要來提國會改革案 但現在的問題是 藍白陣營立院磨刀禍禍 現在呢 民進黨等於看守內閣 做到519 那會不會再延續下去 他們是不是想拚最後 這一段時間的表現呢 裡面也講到了 沒有展現更好的身段 反而各個戰狼上身 為什麼 大家都想要刷存在感 表現給賴清德看 綠營立委 但是綠營立委 現在他們要幹嘛呢 他們針對的是唐鳳 因為政府打詐不利引發民怨 數位部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嘛 數位部這麼多的預算 然後詐騙這麼多 一天到晚收到詐騙 簡訊 詐騙電話 社群也有詐騙 一堆哩哩哩的 搞得現在你知道嗎 真的那種銀行打電話來 我也覺得他是詐騙 唐鳳整天在國外吃好住好 被國會修理剛剛好而已 但是其實現在也有人在講啦 現在綠營要給唐鳳一個期末考 賴粉們 你覺得該不該給唐鳳一個期末考 你覺得應該給唐鳳一個期末考 你幫我加1 你覺得不該你幫我減1 只是現在大家在講說 這個攻防戰的部分 綠營是不是忘記了 他們已經不是國會最大黨了 他們現在還自己人打自己人 不過呢 我覺得這樣反而也好 我們也很想知道數位部的事情 下個禮拜的議程也跟大家說一下 週一檢討金門撞傳案 還有蘇丹宏事件 禮拜三要鎖定副陸團的禁令 禮拜四台電說明電價漲 立將軍 我覺得陳建仁這次變成戰狼 有一個很明顯的表現 就是變成那種建銷登上去 這次選舉我們看得出來嗎 包括賴清德他只是40%的得票而已 那是少數當選的一個總統 其實有60%是要下架民進黨的 他也知道他這八年來的施政不得民心 那第二個就是在國會的選舉方面 委員的選舉方面 他也落敗於藍白兩個陣營 所以很明顯看到民眾對他不服氣 認為他這八年執政下來 表現得非常不好 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就利用這段時間 最後這段時間 來個建銷登上去 我反而跟你就擺說 我反而最後我就跟你翻臉 那你看看現在 在業黨排的這些議程 其實都是什麼 除了一個金門撞傳案之外 其他的都是跟民生密切相關的議題 包括食安的問題 包括電價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健保藥價調漲的問題 對 陸團禁令 這些都是跟民生切切相關的 我覺得這次來講在業黨 國民黨排這個議程 排得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就是跟民眾站在一起 你們這些隔園裡面 你要表現給賴清德看 那我們希望你國民黨的這些委員 你表現給我們選民看 你排這個議程 對啊 你當然是表現給我們看 我們是投你出來當立法委員 你要表現給我們看 然後這個行政院裡面這些隔園來講 你們要表現給賴清德看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希望國民黨委員 要表現給我們看 那我們這次也看到 國民黨的這些委員 也開始在有表現出來 於這些信克立委 現在剛剛我們點名的 邵小黎 劉須婷 羅廷偉 我要給他們按個讚 真的表現非常好 很勇敢 我想說亮哥一定瞭解 這些信克立委 你叫他一開始上直運台 他會緊張 他會害怕 他會不曉得自己會不會打到重點 萬一講錯話 會不會反而變成 而且他面對的都是這些 你知道 民運的老將 這些不是老將 早就被執行十年的那種 根本就是那種老奸巨華的人 都是那種身心擺在老奸巨華 那我覺得陳建仁 他是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這邊特別要提醒 我們國民黨的這些信克立委 你們年輕氣盛 小心上了這些人的檔 為什麼 他就是故意要把你激怒 你看陳建仁這種表現 就是故意把你激怒 你一旦把對方激怒以後 他就什麼 就是容易失言 就這樣很明顯的 包括這次我們看到翁曉玲 他講出以下對上 或這些 確實是有爭議的話 那我們看前面他講的是什麼 是陳建仁故意去激怒他 他前面去質詢的那段 我們現在只看到這一段 說質詢是上對下嗎 下對上嗎 可是前面是什麼 是陳建仁不理他 所以把他激怒了 然後包括到這個 劉徐婷也是一樣 你要看前面那一段 我特別有去觀察 前面那段是陳建仁故意 把他們激怒 激怒到最後 劉徐婷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 你每天晚上 跟天主要祈禱的時候 是跟誰祈禱 沒有關係 天主那時候晚上就已經睡覺了 其實跟誰祈禱不重要 但是我是覺得說 陳建仁是在幹什麼 他也很尖詐 你不要看他忠厚老師 他知道一件事情 我故意把你激怒 你這是新科 我把你激怒以後 我就是知道激怒以後 然後利用你的激怨 然後你的激怨那段 會被媒體來放他做文章 大家只注意到你激怨這一段 但是沒有注意到 我前面質詢的議題的主題 都已經失焦了 那現在來講 我希望說 這次我也在以旁觀者立場 提醒我們這些新科立委 就是說你今天 你要注意到 他們表現給他們的賴信德看 你表現給我們全民的選民看 然後這幾個議題來講的話 是凸顯民生跟民生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特別要講 金門撞什麼案 你管閉你也不要太囂張 千萬不要太囂張 你要知道金門有三千守軍 這三千守軍 你不要到時候變成人家的人子了 對不對 你會不會變成 當你的軍艦沒辦法運輔的時候 你既然要跟人家對抗到底 你就先撤軍 尤其是大膽二膽 我特別要提醒 不只是大金門小金門 另外你還有六個離島 那六個離島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徹底可以把你圍起來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要不要先把這些官兵 先撤回大小金 甚至於說是直接 直接交給海巡來管理 這是我很誠懇的建議 不過當這些守軍到時候 變成說 這個變成人家的人子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你可能管媽 你不會在意 對不對 如果按照你自己 你自己的政治前途為重 可是這些官兵情何以堪 這些官兵的家屬情何以堪 我特別要提起民進黨 那你緊接著下來 馬上義務役就要抽籤了 已經義務役開始 今年開始義務役 那你這樣抽到金門 那抽到金門 你以前是抽到馬祖很緊張 金門的馬祖其實都會緊張 因為他們跟金下之間 老百姓他們是一家親沒做 可是他不把你軍人當作一家親 我特別要提醒這些人 你會這些守軍 會變成人家人子 那你要不要先考慮國防部 區部長 真的是我很誠懇建議你 乾脆把這幾個離島 你大小金可能真是意涵 但是大膽二膽 東定這些離島 北定這些離島 改成交給海巡去 然後你把這些車回來 不然真的變人家人質 以後你怎麼辦 你明天你不能那麼自私 你為了是考慮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你拿這些官兵的生命 拿這些官兵的財產 當作你的這種籌碼 來堵住壓下去 我覺得這對我們這些國軍官兵 第一線的官兵已經夠辛苦了 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律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